关键的一点在于欧洲央行所做的和市场预期之间存在着差异 Curacy UK公司的外汇飞析师迪伦如此认为 一月份德国经济景气指数并不像预期那般令人失望 迪伦 您认为欧元对英镑短期汇率走势会如何呢 谈及德国未来的经济前景 我们总体上持积极态度 您也正确地指出 一月份德国经济指数表现要高于预期水平 该指数从55上升到59.7 这表明德国的经济增长是在加快的 未来这将有助于保持欧元汇率走强 而关于对该货币队短期汇率走势的预期 这很大程度上会取决于全球因素的影响 马克卡尼在最近一次声明中指出 全球经济增长在放缓 其同时强调英国工资水平增长乏力 很有可能我们只会在明年才能够看到英国央行启动加息 短期内欧元对英镑并不会走弱 我们预期一个月之后 该队汇率将交易在0.78周遭 预计欧央行将维持利率不变 也许德拉吉的讲话将会解释一些欧央行未来行动的信息 这是否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您对该货币队中期前景的预测呢 当前阶段对该货币队中期前景预测相当困难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些因素的影响 德拉吉作为欧央行行长曾多次表示 要宿主任何可能加速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措施 但关键的一点在于欧洲央行所做的和市场预期之间存在着差异 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该货币队汇率走势 去年德拉吉决定小幅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 这造成欧元下跌 我认为今年欧央行还是会开展更积极的联化宽松政策 关于英镑汇率 大家关注的中心会是英国是否会退出欧盟 这会给英镑带来下行压力 今年2月份卡梅伦将就该问题举行会议 如果会议的结果让欧盟成员国欢迎的话 那么未来英镑能够冲高 综合各种因素带来的影响 我们对该货币队中期汇率预期为0.75 最后一个问题 您对欧元英镑汇率长期前景有何预测 12个月之后 市场关注的焦点仍然是英国是否会退出欧盟 这个问题是该货币队的关键的一个点 市场的不确定性带来 对该货币队汇率波动的幅度也会加大 一旦公投结果清晰 那么英镑才可能会稳定 从长远来看 欧元行很有可能会是继续推行 避免欧元升值的货币政策 所以说有很大的几率 他们会更为积极地推行QE计划 所以对该队12个月之后的汇率预期 在0.725周遭 迪伦 非常感谢您对欧元英镑货币队汇率预测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